為了慶祝警察節 何美一間咖啡業者特別將行動車 開到何美警察分局頭前的講座 現場泡咖啡做飲料 帶一間的環境加油打起 感謝他無數的奉獻 為了慶祝警察節 何美一名咖啡業者特別將行動的咖啡車 直接開到何美景分局頭前的講座 親手來調製飲品 帶所有得勤的環境加油打起 何美咖啡的伴娘以及他的父母親洪董 其實都是我們何美分局的警友 長期以來都非常的支持跟支援我們何美分局 那在這個屬於警察同仁的節日 那也非常感念跟感謝 何美咖啡特別又撥空 然後到何美分局來慰勞我們的這些弟兄 警察工作是個非常特殊 那為勞的一份職業 那這份工作其實需要同仁的熱忱 那我們也相信在地方鄉親這樣子的回饋心力底下 那何美分局的各一位同仁都會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在治安跟工作上面加把勁 然後更為我們的鄉親營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 因為我從去年開始回來何美創業 然後因為我是何美人 然後回來創業之後 我覺得各行業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 尤其是為民服務的警員們 那我們趁著就是警察節的關係 所以來到何美分局來泡咖啡給大家喝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更有動力來為大家鼓勵 安徽平表示 對近年八月的決定回來後鄉親創業以後 也在到很多人的幫助和支持 所以決定把行動的咖啡車直接開到分局來 這次換一用行動來支持警察 感謝他們無事的奉獻 守候地平民眾 大將新聞雅鳳吳 何美 蔡宏博德